紧接着第三位出场的同学就是代表高雄文早外语学院的金银军同学 当时的金银军同学虽然被评审指出过于紧张 尾音不稳 但是拥有成熟唱香的他还是在所有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获得代表文早外语学院前进棚内舞台挑战的机会 今天登上舞台的他表现会是如何呢 他能代表文早外语学院晋级校园歌喉战第三季月冠军呢 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内伤得最深 我不认我不能 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 欢迎金银军 你不太爱的人 我知道爱需要缘分 放不下爱我的人 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 我不问我不能 拥在怀中直到他变了 爱我的人对我却信不回 我却为我爱的人感情一生伤悲 在路的人始终不对 谁对谁不必虚伪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红乱心碎 爱与悲哀同样受罪 为什么不动拒绝 为什么不动拒绝 痴情的包围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感情一生伤悲 在路的人始终不对 谁对谁不必 你的技巧上面的稳定性是不够的 你的走音的程度 不自觉中也很多 我觉得你今天选这首歌选的不好 那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你本来的唱腔就比较成熟 但是这个成熟碰上一首老歌 你如果没有把它赋予一个心意的话 它整个会变老气 希望你能够彻底的了解自己的能力 找到最适合你的程度 你的演唱的程度 你的外形选择一个 让大家有惊艳的感觉的 这样的一首歌曲会比较好 好 请教小松老师 那今天你在这个歌的表现 有三个部分是你 一直从头到尾都存在的问题 一个就是你的感情的使用方法 是属于你的自然 但是又显得刻意的方式 你的声音其实从一开始到后面 都是曾经有很紧 也就是说那个这个当中来讲 听不到一个自然跟顺畅 再来就是你哪一句的尾音 是抖动的 那个稳定性 所以造成在聆听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显得这么的自然有顺畅度